大家好,我是大貝可樂 大家好,我是希希 今天繼續想要跟大家來分享那個靈花精的神秘學 對,今天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個叫成功花精 哇,我覺得很多人你覺得事情都沒有辦法按照你的想法跟目標走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教他怎麼調配的這個靈花精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對,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之前有一集節目是在分享面試談合作 然後去穩定你的談話能量拿下你的談話主導權這個內容 那今天我們要進階的是分享怎麼樣去調製你的面試合作的成功花精 它其實當然不是只局限於面試或合作 當然是任何你人生各個層面你想要成功都可以使用 是 對,那我們今天如果從面談來講的話 譬如說面談最重要的幾點是什麼 譬如說自信啊 談吐啊 穩定啊 讓對方對你有好印象啊 對 那其實如果你這四點都可以把握的話 你基本上成功的幾率就會很高 對 但是偏偏有的時候我們在面談會緊張啊 擔心表現不好啊 像我有時候還會結巴啊 然後心跳加快啊,狂冒汗啊有沒有 就好像以前你要錄音的時候就喉嚨怎麼了對不對 對,以前錄音的時候我就會開始一直發抖 然後邊錄邊發抖 然後一直聽看 對呀,他都覺得說怎麼怎麼樣 然後開口的話就沒辦法開嗓這樣子 對,沒錯 那這時候就很可惜啊 因為你不但沒有辦法把你的優勢拿出來 你還表現得比以前差 比平常的還差 那這樣你不是就會覺得很煩惱嗎 對 所以在之前那一集我們是講說 欸,使用水絕的花精 它是可以穩定你內在的沒自信嘛 嗯 然後協助你心而內在的直覺力和智慧之外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成功花精 你還可以使用第一種 第一種 魚樹花精 哇,魚樹 讓讓就是這一個其實是可以讓你的那個就是自信心 跟你的那個就是信心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它還可以幫助你展現你的能力 哦 嗯 那第二種花精就是水井 哦,水井 對 因為水井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穩定你內在的瓶頸 然後散發魅力 就是專屬於你自己的魅力哦 嗯 那個魅力幫助你散發出來 對,因為常常其實我們一緊張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 就是你明明是我們稱為一樣就是你明明是一個非常有氣質的 對不對 但是你就會手兩腳亂 或是清洗好像都不太穩定 然後就變成一個那個傻乎乎的人對不對 欸,我好像也會這樣欸 哈哈哈哈 不然覺得好像在說我 哈哈哈哈 對,然後呢第三種就是落葉松 哦,是 對 因為我覺得落葉松很特別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就是勇敢冒險 嗯 取得成功 嗯 嗯 對,就是那個落葉松這個靈魂化其實是比較可以讓你穩定性 就是你可以定在那邊 呵呵 像松鼠一樣齁 就是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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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 然後呢你不會被其他的風吹草動所影響 然後你你會覺得說自己的能力啊 自己的狀態啊 就會像那個亮光一樣自然而然 由內喔 就好像就是你比如說你到舞台上對不對 通常人家還要打光燈 就是那個光燈對不對 嗯 我跟你講你喝了這個系列以後啊 或是你調配了這個東西 你一上去 你的那個臉其實是自然的 好像就有一道光芒出來這樣子 有一個燈就直接打在你身上了啊 就是你這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那一種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功的神秘學的那個靈魂化精調配 我覺得是蠻棒的咧 對還不錯 而且它像我覺得我用的時候它可以幫助我 比如說穩定我的那個焦躁啊 擔憂或緊張的心情 嗯 我覺得更棒的是它還可以幫助你發揮你內在的潛能 是是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體驗到你自己人生不斷成功的那種經驗 然後增加自信 嗯 我覺得一般的就是有在上班的或是有在工作的其實是還蠻需要這一 就是我們講的這一組那個調配的一個成功花精嘛對不對 對 對很需要 好啊我覺得這都好棒喔 都好 我覺得很想拿來實驗看看喔 但是 對 好像就是說在製作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一些特別的我們儀式啦 或是一些特殊的拍包對不對 然後都在就是那個靈魂化精的神秘學的小課程裡面有 對不對 對我們都會在課程再教大家 嗯 真的很期待 這樣就是手向無敵囉 對歡迎大家都可以來玩來參加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